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是直接抱起离开 广中租住的房子也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离别之时 高拉特还晒出了中国队球衣 上面也有他刚刚学会的签名 在机场 高拉特接受了采访 他说离开对大家都是好的选择 这位中国男族甚至可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规划球员 直到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获得为国出战的机会 而这一次的离开 一旦不能在短时间内归来 那么未来肯定也无法为国族出战了 我现在工作了 因为国家的国家已经有6年了 我现在的国家已经有6年了 我现在的国家的国家是一位美国人的国家 产生时代为我会很幸福 我为了解释道 我非常感谢 我非常安心地 感谢观看